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菲尔纳达尔,1986年6月3日,出生于西班牙马略卡,西班牙职业网球运动员,2001年纳达尔转入职业网谈,2005年7月世界排名攀升至第二, 2008年8月首次登上世界第一,2010年纳达尔第五次夺得法网冠军,2013年10月他重返世界第一,截至2018年6月,纳达尔共获得17个大满贯冠军,包括11次法网冠军,两次温网冠军,一次澳网冠军和三次美网冠军,并获得过北京奥运会单打冠军和李约奥运会男子双打冠军, 纳达尔是现役男运动员,中三位全满贯得主之一,也是历史上男运动员,中两位进满贯得主之一,2016年8月5日,在2016年李约热内卢奥运会,担任代表团棋手,2017年6月11日,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决赛中, 纳达尔6-2除以6-3除以6-1战胜马林侠,以不失一盘之资第十次,夺得法网冠军,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一位,在一个大满贯里夺冠此数上双的球员,将大满贯冠军数提升为15个,超越桑普拉斯,独居历史第二, 9月11日,2017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再次奔顶,成就美网三贯网,这是他赛季第二个,生涯第十六个大满贯冠军,10月8日,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,2017年12月4日,西班牙阿斯报举行了50周年颁奖典礼,纳达尔荣因最佳,男运动员, 2018年8月,ATP世界排名第一,8月13日,纳达尔获得ATP1000系列赛罗杰斯杯冠军,图片原则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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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